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约30个小时十余场活动 习近平主席的出访日程保持一贯的快节奏 1日14时30分许 专机降落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 接下来 大小范围会谈 见证合作文件签署 共同会见记者 远东联邦大学校园内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年内第三次会晤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俄都将坚定发展好两国关系坚定维护好世界和平稳定 亲爱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 共建记者时领导人间的亲密称谓 折射的是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密切的工作关系良好的个人有益高频次的双边会晤 引领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树立起大国、邻国关系典范 也向世界发出共同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 山水相连守望相助 国家合作要依托地方、落脚地方、造福地方 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 将2018-2019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推向高潮 中方九个省、自治区俄方十三个联邦主体的负责人与会 致力做大和做蛋糕 新时代的中俄地方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天砖加瓦 阿亚克斯海湾 星光点点凉风阵阵 晚间两国领导人前往远东风采接 观展览看于是兴致盎然 国际会议活动间隙 举行双边会晤已是习近平主席外交日程中的惯例 12日上午 会见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 双方同意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同发展之路对接 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 要继续相向而行保持改善向好势头 推动中日关系稳中有进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下午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 是此仿仿重头戏 相互支持对方举办大型活动 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中俄关系的不一般 习近平主席发表致辞 要增进互信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要深化合作实现各国互利共赢 要互学互建巩固人民传统友谊 要着眼长远实现综合协调发展 四点主张契合域内各方利益 为开创东北亚美好新未来指引方向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 坐落于山海之间 空气里满是节日般的欢乐 出席完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利赛颁奖仪式 参观过中俄经贸合作图片展之后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一起到访此处 十年前一群汶川地震灾区的孩子 曾在这儿接受疗养 老师们的悉心照料帮他们驱散灾难阴霾 如今他们已长大成人 重返故地与海洋的老师和旧友们相聚 眼神里充盈着喜悦与感恩 朋友不是在宴席上而是患难时给你帮助的人 习近平主席寄予两国青少年 成为国家动粮制裁 做中俄友好事业接班人 让中俄世代友好的伟大师业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 并邀请海洋中心师生到中国做客 爱心点亮人生 友谊地久天长 儿童中心响起热烈掌声 夜幕降临后 专机再次起飞 习近平主席又一次俄罗斯之行 画上圆满句号 记者 刘华梦娜吴刚